原标题吴梦达终于承认有情遗憾节目中,爆出周星驰,并不是铁面无私。 相信每个成年人在心中都会有一个遗憾这个遗憾,可能是关乎恋人家人。 甚至是仅仅是合作过的朋友小编觉得,不论哪种,都是被我们撤进生命中的人物。 相信你们曾有一段难能珍贵的感情回忆,只是因为一些意外彼此分道扬镳不过记忆中的美好是永生难忘的不是吗? 虽然周星驰和吴梦达两人的感情纠葛,已经被我们众所周知了。 但是小编今天还是想为近期在综艺节目中,吴梦达的亮相说几句。 近期的吴梦达也是频频出现在观众们的视线中,而每次他的亮相,无论身处何时何地。 他昔日的好友搭档总会被提起,毕竟当年宇宙星驰的搭档已经被每个观众们牢记了。 就像他们的友情,一弯再也无法单独分开不过现今的吴梦达,虽然已经六十多岁的高龄。 但是,在不久后就要上映的科幻大片《流浪地球》也是顿受瞩目的发布会那天,吴梦达也是直言了拍摄此片的不翼年龄本身,就是一个大前提。 加之他众多老年病的缠身儿科幻片动作系自然少不了的,由此,大家也能想到他的敬业态度。 不过,在此次的综艺节目中,当他被问到宇宙星驰的友情敏感问题后,吴梦达终于在今日给出了答案,我有时候也在想什么原因。 就好像现在感觉有一点老子不相往来那种感觉,这是吴梦达本人在节目中的原话事隔,这么多年两人的感情纠缎,也终于告一段落了。 取而代之的,是对昔日友情的不舍于珍惜,不管怎么样相识异常,缘分都不容易我会有机会吧,这是吴梦达本人,现今对两人的期望是,不论如何两人在01后,就再也没有过合作。 到如今已经18年了,粉丝们,是多么期待你们二人的再次同屏呢?你们的是友情上的遗憾,而对于观众们说,我们错过了你们十多年的影视作品。 如果可以的话,小编多希望一切,可以重来吴梦达不会迷失在名利中。 周星驰也可以有更多的包容和理解,在节目中,吴梦达本人也指出,两人私下里也并不是全无音讯,就在之前达叔住院的时候。